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五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上海和深圳均有下跌 其中深圳跌幅较多达到1.1% 上海下跌为0.6% 在上周A股累积下跌是1.2%左右 欧洲方面三个国家均有上涨 涨幅平均是在0.3% 而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也有上涨 其中虽说在上周五上涨 但是上周累积下来后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在跌幅为1.1%至1.5%之间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依然是在1310附近 但是目前价格也是三月以来的一个最低价 同时油价则上涨了2% 报价在62.32附近 同时比特币在上周五到现在累计是反弹了3% 目前回到8100美元左右 但是在上周六和周天的时候曾经最低一度是跌破到7600美元下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重点就跟大家来说两个话题 第一就是与美国目前出台的贸易保护政策建制中国 同时呢世界的主流基金目前是再一次抛售了澳洲的债券 首先我们知道呢这个先来看一下美国目前即将要推出的这个贸易保护条例 虽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这个美国推出的政策没有指名道姓说针对哪个国家 但是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就是针对着中国 比如说像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他的贸易伙伴中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因为呢 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呢得以豁免 像澳大利亚和其他的欧洲一些国家也得以豁免 那么其他剩下的欧盟日本和韩国呢则纷纷在和美国进行谈判 争取到呢这豁免的条件 那么剩下的这些贸易伙伴中还有谁是可以对美国的贸易构成威胁的 难道是印度和巴西吗不可能肯定指的就是中国 那么美国其实呢通过现在的这个主要政策是针对的是 我们说到的是钢铁和铝制品 这些东西呢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是全部都是坏处 毕竟呢就算是比较低的价格对于美国的中下游企业来说 也可以获得比较便宜的原材料 但是美国其实是想通过对钢铁和铝制品施压 让中国对于其他的政策特别是在服务业 以及捆绑技术销售等政策上的进行解绑或者说是松开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中 中国呢虽说在某些领域是开放了这个国际竞争 但是在核心领域比如说像银行能源 包括一些通信行业呢都是牢牢把持住 同时另外呢如果是国际巨头想进入中国呢 很多时候呢会被要求呢成立合资企业 以技术来交换市场 这对于美国以及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来说呢 都是觉得相当的不公平 当然了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美国执意要打贸易战的话呢 它有很多反制的措施 简单来说比如说像美国最大的订单从这个波音飞机来说的话 现在每四架波音制造的飞机就有一架是卖给中国的 因此如果中国取消波音的订单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波音的股价将会大跌 而波音又同时是道琼斯30家公司中的一家 因此波音股价大跌也会影响到美股整体的下滑 那么除了像这些波音IBM这些美国企业之外 中国也可以提高对于美国农产品的关税来直接造成影响 除此之外呢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可以使用人民币的招数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中美的货币政策呢 一个在不断印钱一个却在加息 但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呢却截然相反 却在不断升高 那么这样违背经济常理的现象 毫无疑问就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 那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打贸易战 中国一旦决定呢暂停人民币升值 开始让它贬值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是毫无办法 那么光是这一条就可以让中国增加无数亿的贸易出口 而对美国来说呢 很多使用在钢铁和铝制品上的额外的关税呢 也会从强势的美元中得以 或者说呢这个强势的美元中得以抵消 当然作为我们零售的消费者 终端消费者 我们自然是不希望中美之间爆发这样的战争 因此呢我们也 我们在这儿当然也什么做不了了 但是我们呢也希望两国呢 可以坐下来谈最终 和平的来解决这个纠纷 好了说完了美国之外 我们再来说一下澳洲当地 我们知道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国际上最大的一家债券公司 应该说是债券型基金公司叫做Pinco 它提出呢一个观点就是呢 在过去五年中 它一直持有的澳洲一些 比如说银行公司债券 银行业的债券 零售业的债券和地产业的债券呢 它在上周五宣布开始抛售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行业 第一目前是金融板块和银行业 第二就是矿业 那么如果银行业不好的话 毫无疑问澳洲的股市和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根据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基金 他的这个基金投资人所说的观点中 他说到呢 由于澳洲现在迟缓了 这个我们叫做收入增长 以及呢房屋价格呢 不断压力增大 因此居民消费水平的这个 或者说居民的消费一直迟迟提不上来 所以说个人消费上不去之后 那么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零售行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澳洲的一些大的商场的股价 在过去两年是一直在下跌 除此以外的话呢房地产也是一样 由于房地产之前过于上涨过快 因此呢现在的轮番打压之后 澳洲的房地产现在的温度已经大大下降 瑞士银行也在去年11月份发布的报告中说到 在过去50年澳洲房地产的牛市呢 已经在他们认为是正式宣告结束了 所以说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如果国际巨头都在抛售澳洲的这个企业站 重点行业就是呢这个银行地产和零售 那么我们作为零售客户 在今年也需要对于自己的这个投资做一个调整 特别是之前重点把大钱压在房地产 或者压在银行股上的朋友们 在今年需要三思而行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狗马给子需要说的内容 今天呢由于是没有一些特别的消息 因此晚上大家不必要为了某个产品而关注事实的消息 那么今天全天是G20峰会的第一天 所以说呢希望这个会后会有一些正面的消息来股东市场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